手机功能是日新月异 可以当相机用 也可以拿来拍电影 不再局限于接听电话的功能了 而瑞瑟湘 65岁的送报员夏育之 因为学会用手机拍照 开始一边送报 一边拍照创作 也改变了他送报的生活 这个星期的新闻专题 我们就透过夏育之的手机镜头 一起来看看 送报途中意外遇见的美丽风景 每天每天都跟他们一见走起 对 当然啊 就像谭恋那一样那么开心啊 真真实话 沿着个乡间道路骑车送报 一般人恨不得赶快把报纸送完 但这位65岁的夏育之阿嬷 在路上奔驰 却一点也不浪费一分一秒 看到美景就立刻停下车来 对啊 随便拍就怎么美 你看好漂亮 一边还有一点白云 加上这个绿色的稻田 这搭配起来真的好美好美 拍很多 一年世纪都不同的美 尤其是像这条车是 那个自行车 骑士最喜欢的一个路段 你看现在好多机轿车骑士路过 我自己本身每天送报纸经过 就是忍不住就是会天气好 就会下来拍一下 给大家分享 我们这边花莲的这条193线 就是那么美 那么漂亮 就是我们这样子送报纸 边看边送报纸边看风景 看美美的那个风景 真的很开心 心情会很放松 当年夏玉芝从女儿手中 收下手机这一份母亲节的礼物 慢慢摸索 也开始用手机拍照写日记 学会传LINE 也设置自己的脸书账号 将每天送报图中 所拍下来的山水地景 地方人事物 就像送报一样 准时po上网与大家分享 最先是叫我加LINE 然后我就是拍的相片 我就LINE给他 那时候我也没有不会上传 那时候也没有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脸书 他就是他就是帮我 就是会上传给朋友 他们分享这样子 是后来他就帮我 帮我加加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FB 他就是他教我说 你有好的相片 怎么上传给大家分享 这样子 那至于说拍摄的技巧 有没有跟老师 专门的摄影老师来学过 没有 我都没有去接触那些摄影老师 送报30年 夏玉芝见证爆霉的兴衰 5年前 开始一边送报 一边拍照创作 家人与亲朋好友都很支持他 客户朋友称他是美景召唤兽 千奇百怪的自然现象 都主动送到他的眼前 信守年来 感觉也很开心啊 我别人看不到的景 我可以看得到 这是因为我们也会拿 别人的拍的照片来 来那个 我们有上FB嘛 我们也会看别人拍的那个相片 然后我们自己拍的相片去比较 我们也就从那边就是多方面学习 然后我先生他之前也喜欢拍照 他都会教说角度怎么抓天地平衡 拍起来相片会比较漂亮 所以就是自己慢慢摸索慢慢摸索 现在已经好几万张了 相片已经拍了好几万张 所以说就知道说 我们眼睛一看什么角度漂亮 我们就往那一个方向拍 没有说刻意说 我要找哪个角度啊什么的 送抱阿嬷夏宇芝 五年多来 每天来回70公里 边送抱边拍照 拍坏了三只手机 也累积了上万张的作品 越拍是越有心得 而每一张不经意的捕捉 也开启了阿嬷摄影家的视野 甚至不少作品 也都抢下了报纸版面 我最先拍的是那个叫日华 日华就像我们太阳被彩虹包围着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是日华 就是那个自由时报的记者他拿去 他就有请教那个天文的那个老师 他说那个叫做日华 然后就是在红叶 送红叶的时候 突然间喷钱喷得好高 也不知道怎么会喷起来 刚好那个我也有拍到 也有录下来 也是被媒体拿去 做版面 然后就是今年 当时是只有一边一条 这样他的颜色比较 他的云比较浓 比较深 我就这样跟他拍下来 后来我在报科夫那边送好 在弯进去玛丽云的时候 我发现说白色的彩云 那彩虹 根本这个不可能看到 不可能有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有这个白色的彩虹 通常彩虹是七种颜色 它是一条这样白白的就彩虹这样子 哇真的好兴奋好兴奋 结果也是被媒体拿去 做版面这样子 在送报实现 与拍照快门瞬间 下一支精准拿捏 送报送的早一分或晚一分 客户也都能体谅 甚至还会主动询问他 今天又拍下了什么精彩的照片 成为了他的忠实粉丝 对对对 他们都会这样子问 因为现在 因为送久了 大家都有感情了 客户也知道说 我就是喜欢这样边走边拍 所以说他们 他们就不会很刻意 就也不会说指责我说 送报纸怎么那么晚 怎么怎样子 从送报约的视野 每天用手机拍照 记录世界万物的变化 张张精彩令人惊艳 夏玉芝谦虚笑着说 这是他从平凡中寻找的乐趣 未来他仍会持续用手机 拍下他送报人生的沿途风景 记者是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